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印邊境發生的嚴重衝突 至今已經超過了一個星期 印度方面頻頻採取措施去反制中國 在今天又有一項新規定出台 印度方面決定要修改政府採購規則 盡量排斥來自中國的製造商 根據當地政府一份聲明顯示 所有在印度政府電子採購平台上的新賣家和現有的賣家 都必須要申報他們所有商品的原產地 否則將會遭到刪除 這個電子採購平台將會准許所有買家 根據產品的原產國進行篩選 並且選擇一些本地含量較高的產品 那麼這個電子採購平台究竟有什麼價勢堂呢? 原來它是專門為印度政府部門提供服務的 而這個平台在上一個財政年度 銷售額達到53億美元 一共擁有超過32萬間供應商 印度政府同時也修改了公共採購規則 印度政府在買東西的時候 必須要最大程度地優先考慮印度本地製造的商品和服務 以促進印度總理莫迪所提倡的印度製造計劃 以及響應國家自力更生的呼籲 實際上印度在這次中印邊境衝突上 就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它的成功之處並不在於在邊境衝突之中 究竟是打贏了你多少個老解 而是在於在這次的邊境衝突 所激發起的印度民族主義情緒 是可以成功轉移到經濟範疇上 使得很多印度的民眾都決定要抵制中國製造的商品 這樣就正中莫迪的下懷了 現在莫迪所提倡的所謂印度製造的計劃 他無非就是要提振本地的製造業 所以印度的民族主義情緒 現在最旺盛的時候就對了 因為那些人就不會再買中國製造的貨品 但是當地人也要消費 如果他們要買東西的時候 就是要逼著要買印度製造的產品 所以萬元就會建立在印度自身的經濟圈 但是中國在這方面就變得是雞手鴨腳 一來中國本身又不是很想利用這次的邊境衝突 去激發起中國本身的民族主義情緒 因為怕燒得太猛烈的時候收不到課 所以就連有多少個老解拉柴都不說了 免得再激發起情緒 第二就是中國要從經濟上抵責印度 都是無從入手的 因為中國對著印度就擁有貿易順差的 就是說中國跟印度做生意 中國就賺大錢 印度就有貿易赤字的 中國就猛地向印度輸出這個智能手機 好了如果你說要制裁它的時候 難道你中國說 哎呦我不出口的智能手機給你了 讓你沒得用了 這些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這方面又虧張了 故此印度這方面就做得挺成功的 因為它是官方和民間配合一齊 來抵制中國製造的商品 就不是只有官方在那裡吹雞 民間就翹起雙手 或者就只有民間在那裡燒民族主義的情緒 而官方就配冷水 現在雙方配合在一起 簡直是天衣無縫 好了至於《環球時報》 上個星期才寫了一篇文章出來 就說他們覺得印度提去中國化 是一件很可笑的事 市民對於中印關係 這樣一個雙邊貿易額不足一千億美元 年度人員交流剛剛突破一百萬人次的雙邊關係 有什麼資格是談去中國化 印度的一名媒體朋友曾經直白地跟記者說 如果想要去中國化的話 就要首先將自己正在用的中國品牌手機擺爛 這個就不要搞笑 其實現在印度政府推出新規矩 就等同於向你這個環時的記者打臉 而且大家上網在Twitter上都有些片段 就是有些印度人將中國製造的電視機擺在街上打爛它 而且下面還有很多人圍著去踩 那你就看到那個情緒真的非常激化得厲害 千萬不要小看 這件事就國情不同了 中國那些民族主義情緒 那些民族主義情緒 似乎就是隨時來說是可收可放的 為什麼呢?因為官方可以徹底控制 比如說在十幾年前曾經試過有反日的示威 又說要抵制日貨 最後就是無疾而終的 不了了之 官方一說收就收了 但是印度就不同了 始終來說它也擁有一個基本的人權和自由 而且印度官方也想去抵制你的東西 這樣才糟糕 而且這個環時的記者還提到 說中印雙方的貿易額只有不足一千億美元 但是這個數字已經很龐大了 印度實情是中國第七大的出口國 難道中國可以完全放棄印度的市場嗎? 而且是說在經濟下行的情況 每一個市場中國都要在找 哪裡來訂單他馬上就去生產 還哪裡計較那麼多 說得你是美國還是印度 所以前陣子有一篇報道也挺好笑的 就是印度民間他們在抵制中國製造的商品 有些人做帽子作為宣傳 上面寫著杯葛MIC的商品 就是杯葛中國製造的商品 原來這些帽子也是中國製造的 所以中國現在的經濟是差到什麼地步呢? 不要說這些帽子了 比如說美國大選就算了 兩黨候選人的宣傳品 是不是一樣在中國那裡下訂單? 是不是一樣照做? 所以根本上是說知你的 總之你願意下訂單和出得起錢 大陸就盡量幫你製造的 只是賺錢而已 今天中央電視台報導了一宗消息 說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以及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 將會出席中印俄外長的視像會議 這次的會議就是自從發生了邊境衝突以來 首次的正面交談 而且在這次交談以前 中印雙方的邊防部隊 在邊境地區也舉行了兩次軍掌級會議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說 這次長達十一個小時的軍掌級會議 就表明到 中印雙方都是希望通過對話和初商 去妥善地處理分歧 管控事態和緩和局勢 在會議期間 雙方在第一次軍掌級會議的共識基礎上 就著當前的邊境管控中突出的問題 坦率和深入地交換了意見 同意要採取一些必須的措施 去推動事態降溫 雙方同意保持對話 共同致力於促進邊境地區的和平和寧靜 即是說粒稅不再搞了 總之就是要降溫降溫降溫 那麼印度方面的消息又怎麼說呢 說雙方互認之後就同意從邊界撤軍 那就是明金收兵 兩方面我們早就已經判斷了是打不成的了 根本上各取所需 中國方面本來也應該是想在邊境地區打開一個缺口 但是似乎又不是那麼成功 所以就索性拉倒了 至於印度方面簡直就是大成功 莫迪的印度製造計劃 現在就是如火如荼 根本上他就是最大的獲益者 那麼和解就還和解 印度方面也不是愚蠢站著喝你來的 最近印度空軍緊急地採購了33架戰鬥機 向俄羅斯緊急購買了21架米格29戰機 以及和國內的廠商印度斯坦航空買了12架蘇30MKI的戰機 以便增加印度空軍的力量 好了 俄羅斯方面當然就是答應了 總之有訂單他就照做 說你來做什麼 另外除了這些戰機以外 印度國防部長辛格 就計劃尋求向俄羅斯引入先進的S-400 防空導彈防禦系統 暫定在21年12月會附運 實情在2018年的時候 印俄雙方就簽署了價值超過50億美元的協議 就是說可能這個系統就會加速地交付給他 因為要應付衝突 這個系統就是用來取代印度過時的防空系統 這宗消息一傳出 在大陸的微博上 那些小粉紅馬上牙痛聲 不斷罵俄羅斯 就問人家為何要向印度授武呢 那實在請人家做生意而已 而且自從俄羅斯立國以來 從來都不是中國的堅定盟友 他一直都是搞多邊主義的 一直是有錢賺的 是你這麼笨 你瘋心錯負 如果以為俄羅斯真的站在中國的一邊 他沒有說不站在你那邊 口頭上他經常站在中國那邊 但是實際行動上他就有很多花款 那你就沒辦法阻止別人 因為這些是別人主權範圍以內的東西 如果俄羅斯說向台灣授武的話 中國尚且有一個發言空間去幾個 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交易 第三方國家有什麼發言權呢 難道印度自古以來都是你一部分嗎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